熔岩汤圓蛋塔 爆炸简单的做法 赶快学起来 大家好 先将两颗给卵和砂糖 放入碗中搅拌均匀 不用到打发哦 只要让它们搅散就可以了 再加入滑顺的鲜奶油 200克和60克的鲜奶 慢慢搅拌均匀 到感觉不到底部有砂糖 就可以过筛咯 过筛的碗可以准备大一点的 不要跟我一样客难哦 再来准备普世蛋塔皮 这个在卖场或是食品材料行都找得到 底部用叉子搓动 就可以将退冰的汤圆摆在中间哦 汤圆的口味可以依照个人的喜爱选择哦 放好后再将蛋塔液倒入塔皮中 装到8分满即可 再来就将它们全部送进气炸锅中 180度12分钟就超香出炉啦 塔皮整个都膨胀 呈现酥脆的样子 蛋塔口感软嫩香浓 一口咬下汤圆的内馅全部涌出来 上层露出的汤圆吃起来会比较硬脆 在蛋塔里头的会比较Q软哦 用塔皮沾着内馅吃也超赞的 也可以做成纯蛋塔哟 材料表在影片的最后面 我是梅森 你学会了吗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